小便后尿道口有着热感和刺痛是什么原因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杜岳峰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小便以后尿道口有着热感和刺痛感 这个我在临床上上门子的时候 遇到很多很多的患者朋友都问我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在这地方告诉大家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万万分两种人的因素 第一个是如果这个患者朋友有泌尿系感染的情况 尤其是有尿道炎有前列腺炎有急性的膀胱炎 这样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很容易出现尿完以后 有尿道的着热感和刺痛感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要针对 就是我们临床上有些老年的妇女 因为她到了一定的年龄 除了绝经期她的体内的刺激素明显的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老年性 萎缩性的这个尿道炎 扮演萎缩性的阴导炎 这种患者朋友们也会告诉我说 她有尿道排尿以后的着热感和刺痛感 还有部分病人我们要强调一点来讲的话 是什么东西就是有些女性朋友在绝经期还会出现 那个什么就是神经关能症啊 根源期中后症啊 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在这里要强调一点的时候来讲的话 就是在临床上我们看病 那个患者朋友们你们去寻求帮助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我们针对我们本身的自身各有的这个特点 那个针对病因去寻求针对性的帮助 感谢观看